在基隆市議員林敏勳牽線下 台灣食物銀行聯合總會 攜手工藝企業惠額普公司 贈送基隆市38個有提供長輩共餐 以及開火的社區或是關懷據點 每個地方一台臥室冰箱 推動息食不浪費 造福更多民眾的實際行動 首先是我們要非常感謝 由我們那個方和聲方理事長 我們那個台灣食物銀行聯合總會 我們有地表最強里長支撐的方理事長 這邊因為跟這個惠伯公司來做聯繫 有捐贈了冰箱給我們基隆這邊的各個社區 這邊也感謝我們丁內社區這邊來做一個總召 就是說我們集合了就是來募集的這些所有的社區 就是包含現在所有我們全基隆市裡面 有在做關懷據點的 有在做老人公餐服務的 有在租家家的俠窟 這些社區的點我們把它募集起來 來收集他們有所需 讓我們把這個冰箱送到他們這邊 讓他們來做這個 在服務長輩這塊 那還有一個很好的這個設備可以來做使用 那也是要再次感謝 由我們那個政經獎服務協會 也是我們台灣食物銀行聯合總會 我們的方和聲方理長 來特別照顧我們 讓我們這個基隆的地區 所有的關懷據點 都有這個冰箱可以來做使用 那也再次感謝我們各界的善行 也感謝我們惠伯公司 提供這個全新的這個冰箱 來讓我們的社區可以放置這些 那個需要冷凍冷藏的這些食物 那我們也會繼續來募集更多的資源 那希望說讓我們的這個整個社區 有個關懷據點可以發展的更來越來越好 那我們會持續來做努力 贈送冰箱的行動 由暖暖地內社區發展協會作為總召 由協會執行長邱梅萍 親自陪同分送到全市 這38個社區及據點 希望大家善用這些公益冰箱 持續服務更多吉隆鄉親好朋友 其實也是不只我們所有的關懷據點 那包含明薰這邊所創立的這個食物銀行 那包含我們的愛分享冰箱的各個據點 其實也都是長期都有在做這個 弱勢服務的這一塊 跟那個食物不浪費 珍惜食物的這個精神 那這些冰箱我們也重新 也都有全部把這個 惠樂譜這個冰箱放置在我們這些據點 那也是希望說可以服務到更多 真的需要幫助的人 那也讓更多食物 即將被浪費這些食物 可以得到它再次重生的機會 可以讓這些食物不浪費 那珍惜資源 我們愛惜資源 那也希望說這個社會可以更美好 收到冰箱的社區和據點都很開心 也都很感謝台灣食物銀行聯合總會的支持 以及市議員林敏勳和地內社區發展協會的媒合及推動 記者吳俊松 吉隆報道